我们今天介绍 升学里面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 叫做double effect double effect double effect double effect是什么样的一个效益呢 它是声音的波源 声源跟听者两者之间有相互运动的时候 那么听的人听者听这个声源的声音 会有会有的一种效应 如果听的人不不动 光是声源声源也不动 那么就是一种声音 如果听的人不动 声源朝听的人这里移动过来 那么这个声音频率会变了 如果声源离开这个人 反方向离开这个人 频率也会改变 或者说声源不动 听的人朝声源那边过去 走过去 或者离开声源 那么这个频率都不一样 那么这就是double effect 那么我们现在看一种状况 我们看这个s代表 s代表声源 声音的源头 那么声源 那么这个l的代表listener 就是听的人 我们用个耳朵来代表 我们用个耳朵来代表 那么这个声源 我们假定这个声源是禁止 他不动 声源禁止 现在是听的人在动 听的人在动 我们现在看这种状况 频率会怎么样 假定声源的速度是0 就是它不动 那么声源所发出来的声音 发出来的声音 频率是fs s就代表source source的frequency 那么它的波长呢 就是说这个声音 发出来的频率是这么大 如果声音在空气里面 传播的速度是v的话呢 那么这个波的波长 就是laminar 那我们看它 发出的这波长 波面 这是波面 球面波 那么两个波面之间的距离 就是一个laminar 就是一个波长 好 现在我们看 s不动 那l朝着 以vl的这个速度 向声源s接近 这个不动 这个耳朵朝这边动 速度是vl 那我们现在就看 这个人 在t秒钟里面 他所接收到的 波面有几个 比如说假如这个人耳朵不动 就是说这个人不动 耳朵不动 声源也不动 那么t秒钟 t秒钟 他接收到五个波源 接收到五个波源 这个波源 这个波面 这个波面怎么算呢 那就是声音的速度 乘上时间 就是这个声音走的距离了 被波长来除 对不对 现在这个人呢 朝着声源过来 本来他不动 就可以收到这么多个波面 现在他朝这边动 又多收了好几个 多收了几个呢 就是这个人的速度 乘上时间 就是他走的距离了 被lambna来除 那这个就是 这个listener 向波源移动的时候 t秒钟 t秒钟 他所接收到的 波前 就是波面的数目 我们用n来代表 听者听到的声音频率 因为这个声音的频率 就是你几秒钟 因为每收到一个 就是相邻两个波面之间 就是 就是 介绍到一个波面 就是一个波长 一个波长 那么 就是两个波面之间的距离 叫做一个波长 一个波长 他现在收到几个 就是收到几个波长 几个波长 这个波长呢 因为这个一个波长 就是他震荡 每秒钟震荡一次 那么n个波长 就是他每秒钟震荡n次 然后t秒钟 总共是几次呢 那就n被t来除 就是t秒钟 他听到这个声音 震荡的次数是这么多 这是他听到的 这不是source的 那么我们现在 就把这个n呢 带到这里来 于是他就变成这样的式子 t约掉了 t踢出来约掉了 那么lemn 又等于v over fs 把这个带进去 于是呢 fl呢 跟fs的关系就是这个 你看这个fl v 这个l listener不动的话 这个等于0的话 那这个fl就等于fs 对不对 他听到的频率 就是波元的频率 当他朝这边来的时候 那就是加的 速度变 这个分子变大了 所以他听到的频率 要比原来的频率 要来得大 那么反过来 如果这个人 是离开这个波元 以vl的速度 离开波元的话 那么 他的频率呢 那就这里就应该是v-vl over v 这就不是用加的 用减的了 这是声员不动 听者移动的状况 就是这样子的 我们再看一种状况 这种状况呢 是声员在动 声员在这里 s1 s2 s3 很挤 他从这里慢慢移过来 然后听的人不动 耳朵在这里 他不动 这个时候我们 看到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我们首先看 假如 他朝s 以vs的速度 以vs的速度 向这个耳朵这边过来 声员的波长呢 还是一样 跟上一次一样 是声音的速度 被波元的频率来除 那这个大T就是 频率的导数 就是周期 V乘T 那么他的波长 一个波长 差不多这么大 那么听到的人 就是说 他朝这边过来 这个听到的人 接收到的 波长 就减小了 你看到没有 他朝这边来 这边的波比较紧 这边的波离的比较开一点 那就说 这边的波长 相邻两个波面的距离比较短 这边的波长 相邻两边的距离 两个波面的距离 就比较长 那么我们现在就看 耳朵如果不动的话 耳朵不动 那这一组圆 就是同心圆 两边的距离 两边的这个间隔都一样 大家通通一样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说这个时候的波长是什么呢 就是等于声音的速度 乘上它一个周期的时间 一个周期的时间 速度成时间就是距离 那么我们现在时间就是旋 它震荡一次的时间 就是周期 如果耳朵在这里 如果波元不动 是这么多 但是这个波元 一边震动 一边往这边跑 所以它的这个波长就变小了 要减少一个什么 每一个波长减少一个delta s delta s就是减少的距离 减少什么距离呢 就是波元的速度 存上一个周期的时间 就是这个波元前进的这个距离 一个周期前进的距离 这两个相减 就是这个时候的 这个 就是在这里 这个波长 那么我们把t 把它变成fs分之一 那这个式子就变成这样子 那么我们把这个式子 我们现在看这个fl 这个时候这个人听到的 listener听到的 它是什么呢 它是声音的速度 声音速度始终是这么大了 可是它听到的波长是这么大 所以它觉得这个频率应该是 v over lamina l lamina l就是这个了 除一除就变成这样子 当声音员s的速度 这漏到一个vs 以vs的速度 远离静止的听者的时候 听者听到的频率fl是什么 刚才是朝这边跑 vs 现在如果它是朝这边走呢 那这边的波比较紧 这边的波 波面就比较宽了 所以它就是把这个 vs改成 分母者改成v加vs 这个就是它的 如果它朝这边走的话 它的频率是这么多 我们就把以上两种结果 把它综合 放在一起 放在一起 放在一起的话 我们就可以写成fl 本来这个上面是 本来是这里 如果说声援不动 是人在动的话 它是v加vl over v 对不对 在乘上fs 如果是声援在动 人不动 这个等于零 那么就是v v over v加vs 这是接近的时候 接近波远的时候 不过我们呢 就把这个式子 把它拆开 变成这么写 那么这个 这里我们现在通通用正号 不过我们刚刚不是说 你这个听者 接近声援 或者是远离声援 还是声援 接近听者 或者远离听者 vl有正有负 vs有正有负 对不对 我们现在通通用正的表示 我们用一个符号来规定 好了 符号来规定 本来一般的书 都是怎么写这个式子 就把v加vl写在分子 这里写fs 那这个 我们发现很多 我们也是学生过来的了 他考试的时候就忘掉了 到底是v加l在分子呢 还是v加vl在分子 还是v加vs在分子 搞不清楚 我们干脆就把它分开这么写 l相对的就是vl fs相对的就是vs 这样就不会错 那么vs跟vl 它就只有正号负 有负号了 所以规定是这个样子的 如果vs与vl 它移动的方向是从听者 指向声援的方向的时候 是去正直 我们看一个这个好了 是声援听者 你vs是这个方向 往这个方向跑 这个方向是什么方向 就是l到s 对不对 那是取正直 vl也是一样 它是由听者指向声援 还是这个方向 那是取正的 如果vs与vl的方向 是从声援指向听者的时候 就取负值 如果声援的速度 是这样的速度 那它就是从s到l 这个方向 对不对 vl如果是这样的速度 那它也是从s指向l 也是取负值 所以以后你要把这个公式要记住 double effect 然后再把这个符号的规定记住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个例题 一个声援的频率 fs就是source所发出来的声援 就是source本身发出来的声援 是300个hertz 声音在空气里面 它的声波的速度 是在空气里面 声波的速度是每秒300公尺 每秒300公尺 那么波长呢 如果它以300hertz的频率震动 就是声音的震动 声波的震动 那么波长就是这么多 v over f等于1公尺 现在要我们求什么呢 要求声援 以每秒30公尺的速度移动 分别计算 听者在波缘前方与后方接收到的波长 我们一个一个看 它以这么大的速度移动 如果这个听者是在波缘的前方 或者在波缘的后方的时候 它的波长是什么 现在是讲声援在移动 听的人没有动 那么听的人在波缘的前方 或者在波缘的后方 波长是怎么样 这个波长我们先可以判断 是前方比较长还是后方的波长比较长 当然后方比较长 前方比较短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将 原来有这个式子 对不对 我们可以把这个式子写成这样子的 我刚刚说过了 现在是要求听者的波长 听者的波长就是声音的速度 被听的人所听到的频率来除 所以你要把这个FL求出来 你就可以求出它的波长 我们就把这个带到这里去 就把这个式子画成波长 我们看静止的听者 在波缘的前方的时候 根据我们刚刚的符号 现在是声援在动 声援怎么动 它在听者的前方 它就是朝听者动 它从S到L S到L的VS应该等于零 等于负的 VL不动就是零 对不对 所以把这个符号带到这里去 带进去以后 我们计算就变成这个 主要就是说 你把这两个搞清楚 静止的听者 VL等于零 VS VS 它是30公尺 每秒的速度 Source 它往这个听者移动 往听者移动 它在它前方 移动 所以它的方向是从S到L 因此这个30 每秒公尺 前面要加一个负号 那就是说 这个地方 要用负的 30每秒公尺 静止的 听者 在声援的后方的时候 那还是一样 VL等于零 VS这个时候呢 是离开这个听者 是离开这个听者 对不对 它是从L到S L到S 这叫要用正的 因此我们就把这个 这个VS 用正的代表 就是这么多公尺 它的波长就是这么多公尺 我们要求第二项了 声援远离静止的听者的时候 这个听到的人 所听到的频率是什么 声援远离静止 这是听者静止 那第三个是什么 因为等等我们翻过去 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先看 如果声援是静止 听者以每秒三十公尺的速率 接近声援的时候 听到的是什么 这个是声援远离静止 听者的时候 听者听到的频率是什么 这个是声援静止 听者以每秒三十公尺的速率 接近声援 现在我们还是用这个式 然后把它写成这个形状 那现在是 是这个VL等于0 VL等于0 因为听者不动 声援朝这个听者移动 所以呢 声援远离静止 听者的时候远离 远离的话 那就是S 那远离它 就是从L到S的方向 对不对 那么这个就用正的 用正的远离就用正的 这个L到S就是用正的 VL等于0带进去是这么大 好 第三个 第三个 听者接近近距的声援 VS是0 VL接近它 接近它的时候呢 就是L到S嘛 他从听者往S的方向 往声援的方向跑 因此这个也用正的 于是就把这个 带到这个S子里面去 变成这个 330个Hz 很简单的 好 我们现在看 现在我们飞机都是喷射机的时代 那都现在都讲究这个声音 超音速 几倍的机 那 超音速的飞机 飞过我们头顶的时候 飞过我们周遭的时候 我们会听到 一种很巨大的一种坡 我们称的叫做冲击坡 shock wave 这个shock wave到底是 为什么这个坡 会这么大 碰一声 我们现在看这个图 比如说这个source在这里的时候 它的速度 以V的速度 这个坡就传出去了 四面八方船是一个圆的 那么这个飞机 朝这一边走 朝这边跑 它的速度 如果比V大的话 那么同样的T秒钟 它已经跑到这里来 声音跑到这里 它已经跑到这个地方 它就跑到这里来了 所以声源在这个当中 比如说我们有S1 S2 S3 连这些位置 不断发出来的坡 就是像这些坡 我们看这边比较离开的 比较看得清楚 因为这飞机朝这边走 它还是比T秒钟 还是超前这些坡 对不对 最后我们说 最后我们说 这些坡 都是这下喷射起发的 这些坡 你看它们会有一个公切线 公切线 就是在这个线上面 就是每一个坡到这里 它的震荡的政府就加起来 震荡的政府加起来 这个就是所谓的 加强的干涉 相掌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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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产生的坡就很大了 因为所有的政府都加起来了 所以听到的这个强度 就比单独这一个坡要强得多 所以我们现在看 如果VS比V大的话 这个距离比这个大 那现在这个公切线 我们是画成 这个就是坡面 跟这里垂直 那这个是它的斜面 假定这个角是θ的话 那么 这个因为我刚刚自我都讲过了 所以这个 这个其实在这里 好像是一个三角形 其实它是一个圆锥 圆锥体 圆锥体 所以这个圆锥的表面 就好像这样 飞机朝这边跑 它就朝这边移动 朝这边移动 那么 因为它的声音 在这个地方是 Instructive Interference 就是相掌干涉 所以 听到的人会产生一个巨大的声音 这个声音我们又称它叫做音爆 Sonic Boom 听到的 那么我们现在看 假如飞机 是VS的速度 就是 飞机的速度 那么 也就是Source 飞机发出声音 那么它本身就是Source Source的速度 然后 这个V是声音的速度 我们看这个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所以 对边 以上斜边 是等于这个角的正弦函数 正弦函数 于是 V跟VS就有这个关系 这个关系 如果VS 比这个大 我们现在的情况都是VS要比V大了 就是飞机的速度比声音的速度要大 这个越大呢 这个直越小 Theta就越小 圆锥形的坡前 强度就 这时候的强度就越强 越小的话 就是说 它加强的速度越来越多 就是坡的速度越来越多 OK 那么VS比上V 就是飞机的速度 比上声源的速度 我们称之上叫做马赫速 马赫速 Theta脚呢 这个脚我们就称它叫做马赫脚 那这个圆锥 我们就称它叫做马赫锥 这个要稍微记一下 要不然问题问出来 你都听不懂 OK 所以一个超音速的飞碰射机 跨过天空的时候 地上的人会听到两声冲击波 两声 前一个是由飞机的翅膀产生的 后面一个是由飞机的尾巴产生的 像这个飞机在这里飞 OK 飞 它的速度 这个是它的速度啊 还没有这个声音的速度大 就是这个样子的 OK 它的声音没有 它的声音没有 它的速度 飞机的速度没有声音的速度大 所以它这个波是这样子的 那么有double effect 我们知道它前面的这个 波比较挤 波长比较小 后面的波长比较大 如果它的飞机的速度变大了 越来越大 大到跟这个声音的速度一样了 好 那就是说 它从这里发出来的声音 当它飞机飞到这里的时候 第一次发出来的声音是在这里 这两个是同一个圆上面 但是它其他的时候 它还是会发声音啊 这个声波呢 也通通 通通在这里 好 这个时候呢 这个波啊 这个波就特别特别的强 好 就这个 就是说 这个时候 就像我们刚刚看的 这个马赫锥啊 它本来是 θ角 现在这个角呢 是等于90度 90度 OK 好 这个球面波的前端呢 就是说前端越来越急 简直挤在一起了 就挤成一个单一的脉冲波 一个PERS 就是一个PERS 集中在飞机的身上面 这些被挤压的波面啊 它没有办法迅速的传播 然后就合成一个 因为它的速度始终是这个PERS 跟这个PERS的声音的速度一样嘛 于是就把它挤压成一个单一的脉冲波 那这个时候啊 这空气在这个地方 因为空气也是一种压力波啊 它的局部的压力啊 变大了 温度啊 也会变大 密度也是变大 而且是陡变 就是很 一下子变得很大 这个时候对飞机产生的阻力啊 它会产生一个阻力 因为它随着飞机跑 飞机在这里 它这里有一个PERSURE 它要前进 就是说它把这个东西带着走啊 带着走 等一等我们看一段影片就知道 带着这个东西走 就好像这是一个物体 在外面让它这个没办法飞得很快 就知道速度啊 提升不了 就构成一个障碍 阴障 这个叫做阴障 这个时候呢 它要冲破这个东西啊 就需要 要更多的一个能量啊 让它冲过去 当飞机继续加速 这个时候 它继续加速的时候 它的速度大于阴速了 它就从这个阴障里面突破出来了 原先被挤压在空气呢 这个时候呢 就好像被它穿了一个洞一样 压力骤减 而引起温度的骤减 压力一下子减小 温度也减小 于是就导致这个水蒸气啊 就凝结成水地而形成云雾 形成云雾 OK 你看这飞机 它要 它从这里头 穿出来的时候啊 哇 这个 变成这样子 看到没有 这个 这一块就变成一个云雾一样啊 我们看另外一张 这个也是啊 这个也是 飞机在飞 它要从这个地方 穿出来啊 它本来是带着这个一起跑 就等于说你好像背了一个包袱在保养啊 它一样穿过这个 它的速度才会变得更快啊 我们先看一个立体 有一架喷射器在4800公尺的高空 以1.5个马赫的速率越过你的头顶 1.5马赫就是说飞机的速度啊 是声音速度的1.5倍 OK 现在要求马赫锥的马赫脚 好 假设声音在空气中的速率是331个meter per second 第二个问题就问 飞机越过头顶后 它在头顶的时候 你还没有听到这个音爆的声音呢 越过以后多久 你才听到这个冲击波的声音 那现在我们还是把越南这个图画出来 飞机在这里 然后它飞过去以后啊 这个马赫锥啊 这个也往这里跑啊 因为它一边走这个锥就 永远是这个锥 这个脚就等于这个θ脚 OK 如果这个飞机在你的头顶在这里 h是4800公尺 你要过多久才听得到这个声音 我们先来解第一个问题 它要求马赫脚 求θ 那我们从它的定义 sinθ是v over vs v over vs vs over v是马赫数 所以这个是马赫数的倒数 那就是1.5分之1 从这里头我们就可以求出来 速度是等于300 我们直接从这里求就好了 1.5 所以θ呢就oxin 1.5分之1 41.81度 这个角度41.81度 好 第二个 我们要求要多久才听得到 那首先我们知道这个角 知道这个h这个高度 那我们就知道这个d是多大 对不对 如果你再知道v vs的话呢 那你就可以知道这个 v vs就是飞机的速度了 这个是跟到飞机跑 飞机的速度 就知道v prime 好 那我们知道vs是1.5v vs1.5v 就是1.5乘上331m per second vs是这么大 d等于vt prime d prime就等于d d在这里算出来 d是等于什么h 因为d比h是等于content cta 所以d是等于h content cta 41.8度 那这个算出来是5366.66m 这两个一除就变成 就是说 它从你头顶飞过去啊 要经过11.3秒 这个冲击波灾 临到你啊 才听得到 我们看这音报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